圣事礼仪 整个的弥撒 当然其他的圣事礼仪 他们这方面也是很重视 很认真、很直信 然后他们的圣言、圣经 圣经就跟培育教友 所以你们昨天晚上也听到 就是圣言礼仪 每个星期他们有一个阶段性的 还要考,考不通过 要重新开始 是很严格的 所以圣言的礼仪 一方面就是他们有人在准备 所以教友说 我们一般的唐曲教友 就是跟他讲道理、听道理 一直听,听得从零起开始 听到教育五十几、六十年 快临终的都还在听 他不会讲 他不会讲 又没有机会 也没有告诉你要讲 所以我说我们教都是要听道理 听一辈子还在听 听不够吗 随听随忘 所有人也不够 心目到短的 他们就是开始 他说我成交心目到短以后 我现在成长很多 进步很快 为什么 开始准备 你要准备 就是负责 读经 你要 示意 前面的示意 示意 类似示意 示意 简单的示意 还有人读 后来有人 类似 见证分享 见证分享 所以他们要上场 所以卫教也是一种培育 所以他们感觉到 卫前在唐区 就是光听道理 也没有人叫这一些 叫我做 所以我都是这样子 很自然听 听了几十年来在听 他参加圣诞闹道台 他们要准备 给他职务 分派职务 后来他感觉到 受用良多 自己要准备 准备就要去找资料 或者是找这些 这个传到家里 或者神父 来指导指导 所以他自己 求知 求进步啊 不知了 后来他就是 吸收很多 所以 这一方面 立以确确 他们在圣言礼仪 培育教友 这方面 真的是很重视 所以他们在哪 这个时间已经空出来 所以我们说 其他的本堂神父 我们也需要 陪他们教友 独间 祈祷 或者是怎么样子来 有系统来陪我们教友 更成熟 更有担当 教友要担当 教友时代来引的 不只是在管钱 管到神父的头上 神们用钱都很难 不是管这个 还是说 告诉他们在 扶船工作 或者是在 我们的教 我们的信仰 加强我们的信仰 能够传递我们的信仰 所以我们所谓的 新木道团 怎么样子重新木道 教友重新木道 不同年年成的人 怎么样子能够重新再木道 事实上 新木道团就是 再木道 教友再木道 你在欧洲 出生了就灵洗了 灵洗就是教友 可是因为听过 完整的道理 没有 所以由新木道之路 就开始 做新木道之路 一步一步来 所以你看 按照教友的灵洗 可是他有这个诞生 就是灵洗 可是他们已经灵洗了 前面的这个 慢慢一步一步来 再木道 还要接受考核 那怎么征选礼 这几个礼仪 几个灵洗前的 这个准备 所以你看 这个很重要 但是神木真的是 给教友时间 陪伴他们 陪伴的过程 自己也成长 有时候教友 我们培育他 训练他以后 他们分享出来的 或者是他们 从事各行各样 分享出来的确 那我们 教友真的是 领悟力很强 而且马上可以转换 就职场上 马上有教会的精神 我们有福音的精神 第一的确认是很棒 所以我们教友 的确是要培育 不培育的话 他永远关系 我就是做银行经理的 总经理的 就是做这个 我做商业 商场上 就是做这个 怎么样子 让他 教友就是在属 在属就是从事各行各业 他会有福音的精神 把福音的精神放在里面 你是地上的眼 世界的光 你是孝母 他们懂得 去发光发亮发热 当孝母的话 自然而然带给 职场上 接受的人 就很多的 很多的机会 听到福音 然后 特尔上 他所说的 跟他所做的 经得起考验 人家看起来 他讲的 跟他做的 是一致的 虽然有时候 做的不是很好 可是他也知道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刚刚 这个说得很快 欠考虑 这句话 说回来 说回来 人家也知道 他永远认错 这个也是合乎 福音的精神 所以我们 怎么样子 能够陪伴教友 培育教友 让他们能够站在 不只是坐在人当中 而且也能够站在前面 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信仰 讲我们的信仰 见证我们的信仰 要不然我们最好 都是乖乖排 都是天 天 有没有人反对 心里反对 口里 不敢说 等到出去的时候 就开始收东收西 还是会认个不好 认个不好 没有点心 好像是 美中不足 那 继续谈 前天 主节是 十八号 前天是 十七号 那教宗发布了 一个新的木函 就是 信德之门 他是说明年 十月份 明年十月份 就开世界主教会议 世界主教会议 主题就是 心浮传 从明年的 十月份 开始 到2013年的 十一月二十四号 耶稣君王节 那就称为 信德年 信德年 所以发表一个 教宗的首谕 自动预恋 预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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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德之门 信德之门 Bruita Vitae 刚刚为的是 纪念第二次大功会议 开幕五十周年 开幕五十周年 那所以从明年的十月十一号 那就是进入信德年 那穆罕宗 他就是提示 他说这是一个真正的 重新归一主 世界唯一救主的邀请 人家不是教会 不是人类邀请 重新命向基督 耶稣基督是世界唯一的救主 所以他在穆罕当中 他指出来 重新发现信仰的道路 为了能够 重新品尝天主圣言的 滋养的重要性 所以也是继续 重点放在天主圣言 去年上一次的世界主教会议 天主圣言 在教会中的使命跟生活 天主圣言 怎么样 得到天主圣言的滋养 所以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 能够跨越我们这个时代的门槛 然后就是要宣讲天主的圣言 那希望改造人心 转换人心 我们愿意被塑造 成为今日的基督徒 尤其是我们的基督徒 信仰 我们的信仰在处在充满很多的危机当中 好像我们的颜色 基督徒的颜色 退了色 光好像暗淡的 盐也湿了味道 光也被隐藏了 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 在天主圣言的光照之下 能够尝到圣言的甜美 他的味道 能够用圣言帮助我们得到永生 所以只有信靠耶稣基督 这是明年 信德年 教宗发表信德之门的首遇 那教宗表示是说 2012年10月 信德年的开始 世界主教会议的全体大会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幕 会议中心的主题 就是新普传 为传播基督徒信仰 所以这是一个重新反省 重新发现信仰的一个时刻 因为上一次的世界主教会议 我有去参加 那当然最后有55个提案 都表决通过 后来最后就是希望与会人员 跟后来征询各个主教团 你对于下一届的世界主教会议 你认为哪个主题最重要 那每个代表 还有会来征询各个主教团 看看有哪一些题目 那最后就选择新普传 那当然我们也晓得 普传 新旧之分 那我想怎么样新普传 那这是有时代的讯号 时代的这一些产物啊 我们怎么样用现代的产物 不管是平面媒体 电子媒体 视讯 网路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不同的主题 环保的主题 心灵环保 地球环保 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进步 那我们的服传方法 是不是也跟着进步 跟着更新 最主要是大家一起动脑筋 大家及时广力 就会找到一个方法 那就可以做 所以你说 一层不变嘛 也不是一层不变 每个地方 每个地方 每个时候 每一个所谓它的点子 那认为很好 你会用在服传上 那你就去用啊 那可能就成功了 那新木道团就是街头服传 那有的是敲门服传 当然过去都用过 很失败的经验 比成功的经验多 所以我们就不敢用了 那过去我们的教会 面粉教面粉教 至少教堂是一个爱德战 大家看到教会的爱德 发放面包 面粉啊 发放一些衣服啊 至少人家看到 很有爱德 教他们爱德 穷人的教会 就往那边去 就能够得到他们的物质上的需要 虽然是很服人啊 所以大家就往教会里面去啊 那我们给一点信仰的教导 当然不是很深 因为要解决民生的问题最重要 那听了道理 还有一些 只要领洗 就可以有饭吃 所以有人多领洗一次 多一份的食粮 很好啊 他感觉到 够吃就好了啊 反正这个地方去领一次 那个地方领一次 两边都有两份嘛 家庭的需要嘛 他对道理 信仰可能不是很懂 但是因为他实际的生活 所以这个 我们也不能去 你说啊 那个不对 我们刚才没有门家 没有门家 那今天我们的教导 低的确确 现在的信目到